你觉得台湾的七十年代 我们真的是出了一批 不管音乐啊 不管电影啊 就真的是一个非常让幸运的一个年代 而且他们都非常的挺理想主义的 这种理想主义青年那种 我还是也蛮理想主义的 你当然了 你当然了 而且是那种其实挺接五四的传统的 五四那个理想 然后慢慢在台湾留下来 真要命 老了 就唱歌也呢 那个时候你的电影 可以说你受这些影响 唱歌也你受什么影响 什么影响 最早期我一定是唱英文歌 我最早全部唱的是Folks Off 什么John Bias啊 Johnny Mitchell啊 Bob Dylan啊 这一批人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 当然后来再听Beatles 这英文歌一直是蛮蛮影响我的 那走进台湾的歌坛的时候 其实我是蛮格格孤独 我在早期的时候 哇 简直是痛苦非凡 每次叫我唱中文歌 我就是不会唱 我就是唱得很辛苦 不想为什么 就是非常辛苦 直到我听到罗大悠的歌 他是天才 我们上个月在北宫见他 不是初心端集吗 对 那天才他是一个 我第一次听到是刘文正给我听的 哦 因为我们要拍闪亮的日子 嗯 刘文正拿了罗大悠的一卷 他做了一些早期的歌 嗯 会是很好很好听 里面有童年 嗯 有木桶 嗯 嗯 有光阴的故事 嗯 有几首尔 嗯 嗯 他第一次给我们听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有点傻注 因为 真的太接地气了 非常非常好听 嗯 我现在都有时候还在唱 嗯 你觉得他人是什么的第一印象吗 听到歌 然后见到这个人 这个活生生的人 那时候他是一个医生嘛 嗯 非常绵蕾 你相信吗 相信相信 他挺害羞的 其实 在那一面 现在 现在不好 现在没事 没有了吧 那时候可以想象吧 还有很多自我挣扎的一个 自我挣扎的 还没有 非常绵蕾 可是 可是他 谢谢啊 我觉得他的内心 跟他的外在 有的时候是两回事 嗯 现在他的内心 跟他的外在 可能结合了 对 这听起来讲到不像夸人 好恶毒的 哈哈哈哈 没有 那你说的 我不知道 对啊 他都是又骂我 no comment 没有没有 因为他自己是往这条路走 对对对 所以不是 并不是我说他 对对 那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天才的 天分的人 那那时候你的内心 和你的外在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的内心 跟我的外在一直很有冲突 哈哈哈哈 就没变过 或者说 冲突什么时候 最猛烈的 最波涛汹涌 是 会不会觉得自己青年时代是一个成长高速膨胀的时候 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时候 速度 我还好呀 嗯 你不觉得 我并没有很急 我没有说我很急得要成名 或者我很急得要 我都没有 我都让它自然发声 比如说你看你小时候听 Johnny Michelle Bob Dylan这些 你自己有没有成为一个这样 Iconic figure 这样的一个愿望呢 没有呀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嗯 所以我觉得很好 就蛮好奇 比如说你出道 从演戏到做各种事情唱歌 但是比如在演戏里面 可能像林青霞他们好像就更像一个icon 唱歌或许叶切文他们更像一个icon 对 你跟他们每一代人都在一起 但是只有你在一起一直往下走下去 然后他们可能就停在某个icon的 但是这个东西好像是个双人节 icon又非常有吸引力 它会定在那个地方 但同时它的 又方案来可能新的东西 就这东西对你来说 纠结过吗 或者想过吗 嗯 比如说以前我看到青霞 就我就说 哇 青霞 明 明显 当然 我自己都 哈哈哈哈 因为我老觉得自己像个工作人员 哈哈哈哈 就是你也不期待那样的东西 嗯 我没有期不期待 我就觉得很自然 嗯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确实是很早就是明星那个行列 或者说就在每个里面唱歌也好 都是可能会推到那个位置的 或者说什么阀碍它呢 或许我真的是喜欢幕后多过目前大概 嗯 那个对我的就是吸引力 那个长期的吸引力是多过于目前 但是没有那种更强烈的或者某种偏执的愿望 我一定要唱成那样 Detrach 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冲动 不是冲动 是你要知道你自己能不能唱什么样子 哈哈哈哈 我想变成零一脸也变不成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还是要 就很早意识到自己的某种局限性 就知道自己 嗯 你说比如说我唱爱的代价 我也没有觉得它会变成一个多了不起的hits 然后大家说好喜欢爱的 然后现在是每到一到卡拉OK 我就说你不要再叫我唱爱的代价 就是就是你会觉得说 哇那个东西就背了一辈子 我就说背了背了背了 所以我 特别怕自己被定格在什么东西上 我蛮蛮蛮不想局限的 包括做像做金马奖这样的事情 事务性的事情 影响传达在里面什么东西呢 其实金马奖我都觉得好笑 因为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就是每次就是侯孝贤 接下来就是我 嗯 我是接棒了 嗯 以前台北电影节他离开了 就是张艾佳我就去接棒了 然后金马奖他要离开了 张艾佳我就接棒了 就是每天我就在这 你说这个侯孝贤传到张艾佳 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代人在舞台上时间太长了 不会 你也就是我该下台湾的 因为这代台湾人就成特别厉害的文化英雄 他们很长时段活跃在这个舞台上 还是那批话剧导演 还是那批唱歌的 就被经典化 下面反而好像缺乏这样的机会 就这样的这种东西 不会吧 就是说被经典化的机会不太可能了吗 是吗 你觉得吗 我觉得还是会 慢慢都有一定会有些人还是会被经典化的 慢慢的这些人 如果他们自己的这种 或者说正好是那个时候的文化创造力特别的 特别强的 对 比如说这种整体感 集体感的这种亮相的方式 我们就会有点赞 看来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每次我看那些法案 你说去美国读书 但你从来没过具体的时候 在纽约什么地方在什么 我就住在Riverdale 其实那段日子 就是从一个这种 传统的家庭成长出来 然后突然间就砰 就最近都破开了 然后就是你去看吧 你去认识吧 那时候这是六几年 我69年 回来是吗 对我应该是69年 66年到69年 那这是美国最热闹的时候 刚刚到Central Park去Flower Power 我在Burkeby在那里面 还有那个遗风的 因为年轻人是可以这样改变世界的 很神啊 可是我真的认为 现在的年轻人改变世界 已经变成口套 是啊 这是slogan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为什么没有继续戴下去 因为交太多男朋友 穿mini skirt 妈妈太甘心了 威胁我说 你再这样子我就送你回台湾 那我应该你送回台湾 很可惜的 很可惜的 我现在台北那个小太妹 对这种经历对你有印象吗 也是杨德昌拍《护里面》那种感觉 当然有了 我后来再回到台湾的时候 就是生活在那个环境这样的 头发很长 然后手上带十个戒指 完全就hippies 就是完全hippies的那种 就那个first gump里面 那个Jane那个样子 然后突然间我又把头发 可以剪到很短很短 然后穿个木板拖鞋这样子走来走去 那你同学开心吗 你来这么就怪了 有啊 喜欢啊 他们都很喜欢我 Fresh air Fresh air 你想过吗 如果一个在美国会变什么样子 嗯 我有想过 我觉得我一定是一个hippies 会很长的段时间 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因为你都太尴尬了 你不可能像在台湾那样子 一下子就出来 就被recognize 嗨 去哪里 去哪里 哪一双Chuck Taylor是哪一双的 我们就是那个双经典的 这双是Jack Hassell 后面一个 后面 后面 这个这个这个 最老的那个 对很老的那个 今年是我最后一年做主席 所以Converse 特别做了200双为金马奖做的鞋子 是送给所有被提名的人 因为今年是金马奖54年 所以我就写了金马54 然后呢 在我们鞋的back上面 要我写两句话 我就写了 我才不过是64 跑起来 路人长 你求姐人生困惑 你保持着 我那天 我前两天重新看了少女小鱼 我觉得真好 少女小鱼 但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可能不礼貌 我真是觉得是你最好的电影 我感觉 是吧 你也觉得呢 是其中一部 是我自己会喜欢的其中之一 比如说那个里面的人物都卡在两种文化之间 插在某种边缘 那当时这种 struggle是特别吸引你的 是不是 其实当最初的时候 我是被指派来做这个事情 本来是李安的project 结果李安自己太忙了 我觉得我最后非常进入少女小鱼的原因是 我到了纽约以后 我发觉我是蛮无助的 那个时候是李安的他的他的那个producer James Seamus 那是在帮我修改 因为我有一大半是英文的 结果他写完以后第一个我有点傻掉 因为他写的全部是那个男的 没有小鱼 我说这不对耶 我说这个是小鱼 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root 他说我干嘛不明白 这个女人除了每天到工厂去 然后回来等她男人回来上床以外 他还能干什么 后来我就突然就明白 就是说以一个外国男人 一个外国的 他没有一个同情心 对于一个像这样子的 illegal 的一个女人 那我就问他 我说你觉得他除了 他除了去工厂跟回家等男人的话 他还可以干什么 你知道 我们俩 我记得在一个餐厅里他大骂我 然后 我突然就觉得我自己是商业商业 你知道我那个心情 后来我就讲 我就跟李安讲 我说李安我这样好了 她帮我写那个男人 女人我自己写 所以每一天晚上回来 我的心情都蛮有少女小业的心情 就是我知道 在一个这么大的环境当中 我不觉得只是一个 illegal 一个人 是一种无助的那种心情 就是你要去跟一个你完全全新的一个环境 你要去生存 这种无助我不是啊 就是因为之前你在台湾电影工业 相当工业 然后突然变得纽约这么一个东西 对你来说 除了那种无助 还有什么一种新的 不好意思 这要杯美食咖啡 你要吗 张小姐 你要 我等一下好了 我每次喝太多会心跳 不用了不用了 为什么七三年去香港 还是当时香港好像是台湾的唯一的出路吧 因为自己控制的很多 所以香港会成一个 我也没有 也不是是吗 像我做事情 我并不会说 我有很计划性 说我要怎么弄 其实我计划性还蛮少的 年纪大了反正计划性多了一点点 很好 找人家转过来的 我 因为是接了个电话 请我去演 这家拍档 演一个我从来没有演过的角色 我只要我没有做过的事情都会很吸引人 所以他们一叫我我就跑去 这个控制不了的好奇心 其实就是发现自己有的时候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反而变得很多东西不够精 可是也有好处就是 因为好奇心那么多的时候 它很多东西都有点关系 对 有关系 然后我就傻不愣地去演了 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就演了 然后他也把我介绍给家河 介绍给罗维跟周恩 他们就过来跟我见了一次面 就决定把我签了 因为家河那是大公司 那一天有李小龙就去了 成龙那时候也去了 我还没去了 成龙还没有 成龙还没有 那时候对Bruce Lee什么感觉 崇拜啊 是吧 就是你叔叔讲了一个故事 嗯 他在洛杉矶替朋友卖花店卖花嘛 突然有一天来了个年轻人 然后买了一堆每个月花 然后跟你叔叔一哥 你记着我的样子 记着我的样子 说有一天我会怎样的 他说你说的神经命吧 过了一天看电视 Bruce Lee 哇 这不是武打的片吗 那时候的武侠最流行的时候吗 我在 其实我在家河拍的三部戏 都是武打的 对啊 可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嗯 武打片 我如果不打的话 那我干嘛呢 嗯 那我就是那个最没有用的东西 还不是个人 是个东西 哈哈哈 其实我是会打的 我以前学过跆拳道的 真的 所以你看最佳拍当里面的打 都是我自己打 我没有用替身 他真的自己打的 而且我做了好几次伤 嗯 嗯 可是 因为当他觉得我的样子 好像不会打的感觉 对 就没有让我打 没有一张会打的脸 对 对对对对 然后四肢又很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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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心情上就很 嗯 对我这种个性的人是很 上自尊吗 嗯 倒不是自尊 嗯 是我觉得我浪费我的时间 嗯 我在那里我前五年 嗯 我真的不晓得我在干什么 嗯 不晓到应该往哪个方向 嗯 然后再加上又是一个 嗯 太喜欢谈恋爱了 那公司不太愿意让 让我们女明星谈恋爱 你知道 所以就 呃说你好像不太听话啊 所以这是你这样的profession 嗯 嗯 嗯 yes 爱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 可是我在那个时间 因为谈恋爱而 认识了很多 在配音间的 的一些老师 都是电影圈的最厉害的一些 硬底子演员 嗯 所以你就看到无数无数的片子 嗯 像一个电影资料馆 嗯 嗯 所以那里我真的学了很多东西 非常的多 我觉得这真的是 有的时候想想的是 老天爷安排 嗯 因为我没有上学 去到学校里学 嗯 所以就给我这些课程去学 嗯 那当时看到哪些电影 你觉得啊 真的给你一个shock 嗯 嗯 嗯 我应该这样讲说 因为我在美国的时间 有那么几年 嗯 在那个时间当中 嗯 我一定设到美国的文化 比较大的 嗯 尤其在我早期 做这个行业 嗯 我就认为电影就是娱乐 嗯 所以不管我唱歌也好 嗯 演戏也好 或者是开始拍电影 写剧本也好 嗯 我的whole purpose 嗯 都是受了这些的影响 嗯 就是往所谓的娱乐 的方向走 嗯 是为了大众服务 嗯 那就跟商业比较结合 嗯 可是慢慢慢慢慢慢 当我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电影 嗯 你就开始比较会了解到 它还有其他的 嗯 的功效 嗯 那当然到了年纪越大 就是自己的自我的 嗯 不要讲风格了 就是自我的个性 越来越强了 嗯 就往这个方面走 嗯 比如说上海这个导演 中国早期电影这批人 一批人去了台湾 一批人去了香港 嗯 你觉得这种两个不同的地方 对他们的风格的影响大吗 你晓得当初这些导演 到了台湾以后 他们并没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大公 大公司 嗯 所以他们必须 还是要跟市场 市场 或者是跟观众 跟跟所有的文学界 嗯 做一个沟通 所以呢他们的东西 还是比较文艺的 对 他们是跟生活 跟文艺 跟现 跟他们当代 是要有一个 一个 这种理想都挺理想主义的 那个时候多数导演 都非常理想主义 嗯 对 我还蛮受他们理想的 还是蛮理想主义的 我还是蛮理想主义的 我还是蛮理想主义的 你当然了 反而是 去了香港这批导演 他们的世界 就属于大公司了 所以他们走的 都是做一个surf 精神上的服务 嗯 娱乐上的服务 对这挺有意思的 嗯 因为80年代的 香港电影业 特别蓬勃 然后商业电影 他们那时候 你也演了很多东西 嘛 你拍那些商业电影的时候 还是都很卖座的 那些 就那些 嗯 那个经验对你来说是什么 刚才我们说的 其实是一个 有更强调审美的个人性 我觉得那是个快感 嗯 那是个年轻人追求的 一种速度的感觉 是吧 成就 所谓的成就 或者是 嗯 还是一个就是 比较表面的东西 嗯 可是也蛮好的 在那个年纪 可能你想要的 就这些东西 嗯 你也在 其实你也不太知道 自己能够做多少 嗯 人家称赞你的时候 那种快感 得意 每个需要都指定了 去演讲 嗯 有一天 我讲到不要 一起常说 突然间 发觉我自己其实并不是太懂 嗯 就是你觉得你只懂这么多而已 而你为什么站在上面 滔滔不绝的在讲什么东西 那从那一刹那开始 我就觉得 我挺不够的 哈哈哈哈 一个叉声最终觉醒 哈哈哈哈 对 真的很奇怪了 嗯 有意思 可是我记得 嗯 哦哦哦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哇哦 其实我是因为江亚湘这个电影啊 嗯 就突然间就很想 做一点延伸的东西 嗯 那个时候我们做这个蜡烛 你知道吗 然后它烧的时候 它慢慢慢慢烧 烧到一个 一个 地方的时候 慢慢慢慢出现 墨上花开 不忍不开 等蝴蝶归来 嗯 其实是一个等待 嗯 因为我们总觉得爱情这种东西 在现在来讲 就是 等这个字好像已经不太 合乎 现在必是instant 但是呢 可是呢 有谁不期望 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再给你个创意啊 嗯 到底上的地方 写个歌多 哈哈哈 这句话还是个空的 不要这样子嘛 多惨呢 哈哈哈 那天我突然想起了 刚才 你在 山河故人里面演的一个老师 好像是少女小鱼 突然长大以后 就被人的老师 我当时有点恍惚 对 嗯 嗯 我也没有怎么评价 我只是在 因为我对于那个女人 对那个女 那个角色 我非常非常的清楚 嗯 她就是一直在搬家的一个女人 一直在寻找自己 嗯 自己最适合的地方 这个的情绪 其实是从早期我们台湾 就看到台湾出去 有的是回归 有的一辈子就留在外面 香港的人 也是在开始 97的时候 就哇 就搬 然后又回归 那我现在看大陆的这些 全部出去 有些慢慢 回不回归我不知道吧 就是 就是大家都在 那种不确定的那种 那种迁移的那种 那种情感 我是了解的 嗯 那也因为是这样子 所以她的感情是蛮漂泊的 嗯 嗯 什么东西来了 在那一刹那 嗯 她就赶快要接受 要抓住 所以 这个男孩 突然间这样表达的时候 她也就很自然的就 就 就接受 她觉得 就这一刹那的快乐 嗯 开心 也蛮好的 嗯 所以到最后 当这个事情要走的时候 很sad 可是也蛮好的 她知道 这个事情 可能就到此end了 可是 It's ok 因为这个男孩子那么年轻 她一定要go on的嘛 那我也要go on的 你知道 So it's ok 我就抱着这个心情去演 那 就是我近几年对于演戏 我都觉得很舒服 我以前很排斥眼 所谓的China born的女人 嗯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 嗯 所以以前很多人找过我来说 你可不可以演什么电视啊 我都讲说 我不行 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那样成长 我不是很能够抓得住那个味道 直到李玉来找我演国音山的时候 我看了角色 我发觉 我不要以那样心情去想 我只是从女人的角度 去看这个角色的话 那我是明白的 嗯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 我不再去想 那个局限我的那个 嗯 所谓的大陆五人的背景 那我就觉得很自在 嗯 包括做像做金马奖这样的事情 事务性的事情 你想传达在里面什么东西呢 嗯 我第二年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我希望金马奖每一年都要期半参加 嗯 我说因为你们的伴侣其实真的是长期都见不到你 嗯 在你们成功的那一天 你来的时候是跟你分享你自己的一种一种荣耀 嗯 那我说我希望你可以西班参加 嗯 所以终于有人看到侯孝典的太太长什么样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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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就真的带自己的伴侣来 嗯 我觉得他们都蛮开心的 嗯 当然这就是从我女人的角度 对 女人的角度 女人就会这样想的 嗯 那你觉得你现在对爱情的看法跟以前会差别很大吗 十年前 二十年前 会更怀念那种人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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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上海面台吧 他那个时候他们是那个新浪潮导演 对对对 上海面台 那我拍完《山中传奇》和《山中传奇》 就跟《山中传奇》那几个老板 就变成哥们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组个公司 就叫比刀公司 我们要拍一些好东西 我们就说我们要找新浪潮的导演 我们就选择玄华 然后那时候不敢跟他讲 说我也是老板之一 就去拍风节 那他要拍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大家都觉得 好好好 因为你只要碰到新浪潮 年轻的都会讲 所以你要做什么 好好好 然后就去拍 据他那人跟我讲 他说其实他那个时候脾气很坏的原因 是因为他没有自信心 我说是吗 我也没有觉得你脾气很坏 他说他有忘了 没有很容易忘了 所以忘记了 那当时他的什么东西 吸引你呢 你觉得他 我只能讲就是说从一个浪漫的世界走向了一个实在真实的一个所谓的现实的世界 那两个有关系 比如那也很有趣 比如说香港的新浪潮这批徐安华和谭嘉明这批人开始起来 台湾是侯孝贤 台湾起的比较厚 80年代 因为我回去 从跟玄华他们合作完以后 我回到台湾 其实那时候新浪潮已经开始慢慢起来 侯孝贤 陈坤后 他们那批最先开始的 当他们开始小屁的故事 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电视节目叫十一个女人 正好就是里面就是我想就用了一本书 就十一个台湾的故事讲女人的 那我就用每个故事来找了台湾所有独立的导演 所谓独立导演就是说 要不然他们以前是副导演 做了很久以前是副导演 很想做导演 可是没有机会 或者是拿过精髓奖 从外国回来的一些新导演 还没有什么机会的 那里面就包括什么柯一震 杨德昌啊 好几个年轻的导演 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拍十一个女人 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的全盛 最温暖 大结合的这个时期啊 大家都是真的是互相帮助互相欣赏 一年多十年都常常在一起 然后慢慢大家再开始闹翻 嗯 这个黄金时代持续多久 呃大概 我想大概应该个两三年 那多美好 嗯 太意思了 这很好玩 那可是我那个时候 我离开心意城的时候 嗯 我曾经讲过自己讲过一句话 嗯 我说我很希望这份友情 嗯 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嗯 可是我会担忧 嗯 所以我想我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嗯 刚才你说你特别 就是着迷那种身边 包括那种爱情的东西 彼此的情感的东西 这是是这些情感中的哪些部分 让你更为着迷 嗯 应该是温暖吧 温暖 啊 是温暖 对 但以前会这么想吗 二十年前会是觉得是温暖吗 我我年轻的时候 我我自己知道自己心中有很多很多的的感情 嗯 很想爆发 嗯 体内真气十足我就往外 是 我真的是这样子 可是我不太敢讲 因为我觉得人家会觉得我神经病 嗯 所以我 有谁有什么东西我就很想帮他们 我就很想说 欸这个人 哇这个人好棒 哇好帮你 哇好帮你 好帮 就是 就是有那种充满了就是觉得说 因为我很喜欢看到 有才能的人 有才能的人 能够把他的东西表达出来 我觉得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所以我就一直对这一方面 我就觉得自己很喜欢做这样的